欸欸欸 還找到我了 啊啊啊 喔 還好 差點就死掉了 喔喔喔 想補血 想補血 就讓我咬到 喔喔 欸 有有有 這邊 這邊 中了 中了 還跑 還在哪 還跑 還跑 打死了 打死 喔 還蠻強的欸 這把攻擊力很高欸 好 我先咬他 喔 一槍 太好了 還有一個 再見 啊啊 快 先開 先開 喔喔 幹掉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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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死他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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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險喔 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要繼續介紹 Feed File 我要活下去這款手遊的內容 然後在今天呢 你們看到這一集 已經改版成1.9.3版本了 OK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官方Facebook提供的 改版內容跟資訊 這邊的話看到呢 這邊有寫 新增優化修復內容 像這款遊戲 它其實在改版速度是蠻快的 也蠻聽玩家的心聲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件事情 那我們先看一下下面吧 這邊寫說 新功能是新增貨幣鑽石 這鑽石應該就是課金用的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在商城買一些永久的道具 或者是你可能想要跟別人不要說收到一樣的東西 就是可能課金 你可以在 拿商城裡面 得到以下的東西 像有哈士奇無袖T 貓咪無袖T 牛仔褲爆紋 學校制服 制服 制服短裙 合色外套 總之來講就是 你這邊可以去埋取一些物品 讓你可以永久的保存在你的角色身上 你也可以跟別人有些區隔 第二點寫到的是 手除的部分 可以獲得一些獨家永久道具 這些道具在遊戲中無法其他獲取管道 就是沒有辦法其他方式拿到 皮甲克紅的 水手服紅的 迷彩降落閃紅的 好 第三點是 全新武器在地圖中等待你探索 SKS自備4倍技能連發狙擊槍 喔這把是一個新的狙擊槍耶 因為我現在知道的新狙擊槍就是 AWM跟VSS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你的步槍要裝 瞄準技才有辦法像狙擊槍這樣使用 這邊是新的一把 好之後如果我有拿到的話我會介紹給大家 平底鍋 攻擊距離較短 可以擋子彈 我們的超強平底鍋都會出現的 好之後我也可能會入入看平底鍋的攻略 大砍刀 攻擊距離較長 可以擋子彈 可以擋子彈 好帥喔 他可以擋子彈 是因為這個東西可能放在你的背後面 如果人家攻擊到那個東西 應該可以稍微擋子彈 這之後我會測試給大家看 設定中 新增自定翼操作面板 好這個等下我會 直接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他這有一個設定 我相信大家會想要知道位置在哪裡 第五點是新增戰隊系統 好新增戰隊系統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自己創一個戰隊 讓你的朋友們加進來 新增活動 好就是一些現實活動 可以領取特殊獎勵 優化背包 剪取物品 武器選擇介面按鈕 並放大按鈕 讓玩家更容易點擊 喔這個不錯 因為有時候可能會覺得手機 有些按鈕太小 增加小地圖上 對有被擊倒 射擊開車及死亡的提示 喔對 之前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怎樣這個我也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明顯的提示 小地圖中 增加載具及附近區域行駛的提示 好這個也是一個蠻重要的訊息 地圖中新增潛水區域 當經過潛水區 角色的車子移動速度會變慢 哇還會造成水花聲響 OK越來越貼近 真是死了 透過Facebook及LINE 直接邀請好友加入組隊模式 好這是一個快速功能 魚白銀譜及箱中新增以下道具 鬥牛犬無袖梯 貓貓無袖梯 牛仔褲無紋 我現在穿的是一個吃雞的背心 這個蠻可愛的 鬥牛犬蠻可愛的 好新的排行榜 將改為每季刷新 並分出三個排行榜及 一季分 沙底術及勝場來排名 好就是變成一季刷一次 一季是三個月啊 好平衡性優化及調整 調整遊戲畫面 讓更有荒島的感覺 他說對 是的玩家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 OK都聽到了 針對開鏡做出優化 好優化開鏡後的介面 當開鏡後的準心瞄準到敵人時 將改變準心顏色 因為之前現在 應該是說原本我們瞄準敵人的時候 會出現紅色然後一個十字 就表示你有沒有瞄不到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準心怎麼改 一大樣玩家的建議 將原版的具體槍操作方向 長按瞄準釋放 加回到遊戲中 喔這原本的設定 對原本具體槍這個設定 後來好像有一個版本調調 現在要改回來了 載具調整略為降低載具的速度 使得載具更容易受到地形高低起伏的影響 降低有載具出現周圍的聲音提示 避免過大的聲音影響遊戲體驗 參考玩家的回饋 對空頭級縮圈的音樂進行優化調整 好這些呢就是這一次1.9.3版本 在1月9號版本的更新內容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入遊戲 來看遊戲的介面設定吧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遊戲介面的部分 首先你會看到左邊 這邊有一個戰隊 戰隊部分點進來以後呢 它就會有顯示說 你可以加入哪些戰隊 目前我剛好測了一下 如果戰隊你要加 你要創戰隊的話 必須要有1000個鑽石 你才有辦法創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創戰隊的話呢 你就需要課金買鑽石 鑽石的話呢 左下角真的有個9.99元 它就是美金啊 9.99元大概是300塊左右 你就可以買1000個鑽石 它會再送60個鑽石給你 所以你會有1060個鑽石 你可以創一個戰隊 戰隊應該是永久的 好就這樣提供給大家 好再來呢 現在創隊其實還沒有很多 你可以趕快創 可以趕快搶名字 右上角部分有一個自定義設定 這邊設定的部分呢 這邊有分成就是原本的基本設定嘛 有畫質普通高跟普及高 就是看你平常如果說你的網速比較慢的話 建議你畫質調普通就好了 新的是這個進階設定 進階設定這邊呢 可以去調整的靈敏度 上面這個靈敏度其實就是 有點像你使用滑鼠的時候 滑鼠我們不是會有調快跟慢嗎 移動速度快跟慢 它有點像是這樣的功能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習慣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測試看是怎樣的速度比較適合你 比如說像轉視角的速度 你要快還慢 你可以自己選擇 它就是一個靈敏度的設定 這邊也是有一些 總共有五個可以調 好再來下面的話是寫遊戲設定 遊戲設定的部分有 左側的射擊鍵永久出現 它會出現在螢幕上面 然後這是開鏡前 開鏡的時候出現 好這個按鍵看你要不要出來 第二個是快速換槍 快速換槍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快速換槍是怎麼樣的設定 快速換彈 好這個快速換彈 狙擊槍操作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新功能 它有一個開鏡後射擊跟按住射擊鍵開鏡 就是差別在這裡 這邊的話也是看習慣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不一樣 像這是開鏡後你可以按射擊按鍵 然後這個的話是按住射擊鍵去開鏡 好就會有這樣的選項 右下角一個自定義操作 也是新的 哇是長這樣 酷喔 好自定義設定這邊呢 所有按鍵 這是鎖住的 左上角這個不能動 它是一個地圖 包包鍵也可以 包包鍵也可以調整 全部按鍵也可以調整 你自己想要的位置 因為它這個其實有關係到每個人 大拇指的大小不一樣 這個算是很貼心的一個設定 我比較少見這樣的設定 就是 好我看一下喔 透明度 大小也可以調耶 你可以自己調大小 像跑步鍵我會想要調到這種位置比較好 可是我今天還是讓它先換原本位置比較習慣 就是你可能可以調說 平常這個操作完以後呢 跑步鍵在這邊 你看這邊比較快 最重要你也是不能擋到你的敵人 所以它原本的按鍵設定是有避開的 再來呢 這個有透明度 這個按鍵的透明度也可以調 調到不見了 虛擬按鍵完全消失 好 左邊這邊的話 右邊這邊的話呢 有 喔這就是剛剛講的快速切槍啊 快速切槍的話這蠻方便耶 按鍵很大一顆 好現在可以看到 你就可以直接點你要的武器 就直接切換 這個我覺得比原本好 因為原本有時候我按那個箭頭啊 會選錯武器 選到不要的武器 對啊 想逃跑選到步槍 然後跑更慢 這個是攻擊鍵 瞄準鍵 然後跳躍鍵跟蹲下 全部都可以移動 哇 這個真的不能亂移耶 移到的話呢 那個整個完蛋了 你就完蛋了 下面的雪條鍵也可以跑耶 移到上面來 也可以 總之這個就是讓你自己去調整啊 我看一下這大小 點到這個 這大小 喔大小可以調很大一顆耶 好大的操控鍵啊 手超大的你可以用啊 巨人模組 然後這個是小孩模組 手很小的話可以用這樣 這個的話 有些人可能用ipad啊 或者是平板電腦 你玩的時候 這個設定會不錯 這個按鍵大小 你就自己去調整啊 我先讓它重置吧 因為現在我還是比較習慣這個模組 我之後再來看怎麼配置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進入遊戲來玩一場吧 好 我們現在的話呢 就開始進行吧 OK 上面左邊真的有寫一個 好像是沒有訊號耶 喔地圖訊號沒出來 好我先不理他 應該是地圖訊號沒有出來吧 然後設定的部分 這邊可以再調整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調一下 看你要調怎麼樣的功能 好先把它調回原本的 這個就是自訂介面 你可以移動 移動 還蠻方便的耶 隨時可以調整 如果你覺得打得不爽 你就稍微調一下 好先放機調整 好開始了 好這場的部分呢 我就 因為剛改版 我就大概玩一下 我不確定我不能吃雞 因為吃雞是很靠運氣的 一開始我已經看到地圖 我都會先看地圖 看到在哪跳 現在這邊的話 最遠的地方就是這兩端 在最安全的地方是中間 安全的意思是說安全區喔 不是說在這邊很少人跳 中間其實很多人跳的山 只是這個地方 你要往安全區比較好移動 好我現在呢 我看到在哪邊跳 現在前面跳的人算蠻多的 因為我這場要稍微試一下 像我常常就是玩到前幾名的時候 最後就輸了 現在的高手真的越來越多了 發現我攻略出去以後 很多人成功吃雞耶 恭喜你們 對啊 如果你還沒有學會伏擊術的話 記得看上一集 好先在這邊降落好 這裡有個工廠 這邊看起來比較沒有人 應該是比較安全的 先降落我就先拿武器吧 先拿 OK 防彈背心 背包 砍刀耶 好先全部都拿一下 像我一開始會先拿一些物品 我就沒有時間先調 因為下來的時候試試看 這是左邊按鍵 左邊按鍵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右邊一瞄準 左邊就是按射擊 感覺應該沒有人吧 欸 看到一個人 等一下 先跑過來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 喔喔喔喔喔喔喔 他在開槍 他都有開槍嗎 他要過來嗎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他過來了 他過來了 給他鬧路啊 那我跟他鬧 我跟他鬧 我看不能鬧到後面 偷打他 好可以可以可以 欸 老掉 等一下 喔喔喔 等一下 太近了 我剛剛沒有按到開近 開鍵 等一下 我先躲裡面 先補血 哇完了 該不會一開始就要死掉了吧 他走過來了 他走過來了 他過來嗎 他過來就開槍 好我現在補到171 79 他右邊嗎 右邊右邊 他過來嗎 欸 還找到我了 啊 還好 差點就死掉了 好危險喔 好像還有其他敵了 我剛好聽到其他槍身 好像他有什麼 喔 不錯 4倍鏡 先補血 像我會先 進來一點補血 如果你在外面撿東西 有時候常被人家暗殺 M14 M14 M14現在覺得不太好使用 M14其實我之前蠻喜歡 可是他射速有點慢 攻擊力算強 他適合 中距離 喔 MP5 太好了 然後MP5了 我喜歡MP5 MP5射速很快 最近我的愛用槍 欸 SKS 等一下等一下在拿 好像有人來了 有腳不伸 有腳不伸 等一下 好像是行槍欸 等一下拿 有敵人 我看到了 一個穿粉紅色裙子 看可不可以打到他 他發現我了 喔 打到頭 84 好好好 先打他 我等一下再撿槍 如果打輸他 我不用撿槍了 那把好像是狙擊槍 新的槍 喔 想補血 好 幹掉他 太好了 趕快回來 回來撿東西 我先撿一下那個補血 先撿比較需要的東西 先撿比較需要的東西 看有沒有敵人 看沒有敵人 看沒有敵人吧 這把是新槍欸 SKS 我把他換掉 換這把 今天就來試試看這把 哇 好像蠻厲害的 喔 好像 攻擊力好不好 他這個就不像 VSS是消音槍 VSS其實有點消音啊 這把等一下我來試試看 他搶不搶我 狙擊槍的話呢 我建議新手玩家 不要玩狙擊槍 因為狙擊槍比較 呃 吃範圍 你範圍的稍微遠一點 喔 現在見面這樣欸 因為好大喔 好大格喔 因為畫面比較小 好我看一下喔 這個取捨麻煩 他是吃什麼子彈啊 看一下喔 他是吃 不是吃衝鋒槍 47 我看一下 我把衝鋒槍拿掉 衝鋒槍子彈 增加了 好他是吃 步槍子彈 這把武器 剛好他 VSS是 衝鋒槍子彈 然後這把是吃 步槍子彈 大家記得 所以拿這把槍的時候 你不要再像 VSS 配那個衝鋒槍子彈 他不會用 好我先補血 我這一區目前 人都被殺光了 都被殺光了吧 應該也只有兩個 三個人 那邊還有東西 我先 先剪這裡的東西好了 因為等一下 這邊安全區就要縮小 先剪先贏 我先把車子開過來一點 這邊有台車子 看一下要不要開 好 我先把它 開到 那個 裡面一點 不然等一下安全區 我還可以逃跑 就是縮圈的時候 可以逃跑 車子生長變小生 好像有變小生 我現在可以在這邊搜刮一下 如果有一個區域安全的話 我建議就 潛在一個區域裡面 收集物資 不要急著移動到別的地方 因為現在這一區 我現在已經清出來了 基本上沒有什麼玩家 而且又邊邊角角 比較安全可以讓我去 看有沒有敵人 就稍微還是要 觀察一下 因為有些敵人可能 會從別的地方跑過來 可是這個區域應該算是蠻安全的 我現在不需要這個瞄準鏡 因為我有4倍瞄準鏡 這樣我就可以拿來放衝鋒槍子彈 我現在就靠這排MP5跟新槍SKS了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我沒有拿到比較大的包包 跟比較好的頭盔 這樣子其實打到最後面 很容易輸給前幾名玩家 就前幾個幸存者 我常常就是因為這個狀況 打輸 最後平常平輸 可能拿一樣武器還是平輸 這邊應該都收完了吧 現在圈圈還很大 我現在先往上走 倉庫沒有東西了 這邊會不會有敵人啊 看一下有沒有敵人 我先射好中心點 我會稍微用狙擊槍 看遠一點的地方 有沒有敵人走過來 然後走路的時候 就是多看幾個方向 你比較不會說 後面有敵人或側邊有敵人過來 前面也要看啦 就是 左顧右盼 你會比較好生存下來 好剩15個人 然後我射好標籤以後 我就可以在上面看到我的座標位置 然後往哪邊走 看起來是沒有敵人 奇怪為什麼我拿狙擊槍的時候 就沒有敵人要出現 那讓我試一下槍嗎 就是沒有敵人 我拿狙擊槍的時候就沒有敵人 而且我現在這個位置還蠻好的 就是三坡耶 三坡往下打是比較優勢的啊 好吧我現在只能夠 欸那邊有台車子 有人嗎 沒有人 這車子在冒煙 好像快壞了 看有沒有要出來 好像沒有耶 沒有人耶 現在是之前發生的事情嗎 我把車打爆好了 我來試一下這個槍搶不搶 哇 好像不準 因為他以為就冒煙了 任何一把槍都可以打爆 我打爆還蠻開心的 這邊也沒有人 沒有聽到腳步聲 難得我拿狙擊槍 就沒有敵人出現是怎麼樣 那個爆炸聲來了 空襲 我現在玩的覺得比較順耶 其實他這次優化應該算是蠻不錯的優化 沒有很盾或很卡什麼的 沒有 就很順 所以現在遊戲其實 他越更新越 我是覺得 玩起來越順 爆炸聲 這爆炸聲我都會覺得很像是 汽車開過來的聲音 有沒有跟我一樣 有的話你在留言上面加1 我就知道了 跟我一樣被那個爆炸聲騙 應該跟那個汽車有沒有 卡卡卡那個聲音很像 我先這邊看一下我們敵人 因為我在位置現在已經偏成中間了 正常來講應該會蠻多敵人走過來 都沒有 對面 也沒有人 我拿狙擊槍就怎樣 這邊要有開封對不對 那我開一下 開一下封 我的槍想要喝血 真是可惜 腰上插的這個材刀應該可以稍微 擋 這是砍刀喔 可以稍微擋一下子彈吧 除非有人打我屁屁 我現在叫那個亞斯幫我測一下好了 叫他說快打我屁屁 看那個刀是可以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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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可以喔 下一次再找他主隊玩一下 他最近手機送修很好笑 他最近失聯 現在這裡沒有人 先看能夠拿什麼物件 而且我現在包包那麼大一個 太開心了 好安靜喔 奇怪 明明就還有11個人 怎麼都沒有遇到敵人 先拿衝過槍 上面有沒有人啊 沒有 我現在呢 等一下 這邊縮圈啊 我先拿東西 因為我這邊非常有可能 有敵人會重新走過來 我都會這樣判斷 你看那個 安全區跟毒氣圈的範圍啊 中間如果有段落這種大 通常會有活的人會走過來 我的經驗啊 你可以在這中間做一個攔截 等一下我還是得趕快跑 因為這縮圈如果縮得很快的話 我等一下可能會被毒到 我常常就為了那個 打敵人然後被圈 先堵到快沒血 後來被人家打死 這個不要示範 不要血啊 就是有安全區就先移動啊 像我就會想要這邊等敵人過來 先把多的東西丟掉 這個多的 我裝備現在差不多都滿了 喔對 之前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要剪這些補助裝備 補助裝備 是增加槍的穩定性 它可能關係到 命中度啊 命中率 或者是你的穩定性 你們如果想要查出這些東西是什麼 像穩定器什麼 那個 那個東西你上網 Google都會有 它是槍械的專屬名詞啊 所以非常好Google 就Google一下就會看到 像 欸 這是什麼 喔 我剛才有那台車欸 四台車要開過來就沒有 喔 最近要小心了 哇 好緊張喔 我覺得這個屋子裡面好像會很多人 我之前在一個屋子 這種屋子裡面啊 躲了三個玩家 然後三個玩家都是互相不認識的 然後我 我是從一樓開始打 殺了一個以後就去二樓 然後又一個在樓梯那邊 我殺了第二個樓梯的 然後 再靠近窗又一個 總共三個 哇 躲起來了 完蛋了我看 要被顧講話 我沒注意到 完了完了完了 趕快跑趕快跑 毒氣來了 哇 這邊不是安全區 等一下我剛才有安全區 我卡到了 喔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這場會不會GG啊 哇 哇 敵人又出現 完蛋了 完蛋了 快補血 喔 他 他應該打不到我了吧 完蛋了 喔 還好 他在哪裡 我先把補血吃完好了 不管了 跟他拼了 先吃再說 好 等一下我看一下他在哪裡 如果可以的話我就反擊一下 喔 你完蛋了 你偷襲我 是不是 打屁屁啊 你就不要我抓到 看他在哪裡 那個是嗎 沒有沒有看 應該在後面這裡吧 就讓我們搖到 喔 有有有 這邊 中了中了 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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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打死 還蠻強的耶 這把攻擊力很高耶 60幾耶 好 終於開封了 就像 如果你今天被偷襲啊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方位在哪裡 然後 這個遊戲就是你的準星果瞄到對方的話 他會 像我剛剛變紅色 你就可以知道敵人在那裡 這是我的方式啊 這個推薦給大家 很多會躲草叢啊 我常常在打草叢裡面的人 躲一堆草叢裡面的人 你就是用準星去瞄 瞄到以後他會變紅色 你再開槍就好了 那有些會露出頭 我先跟大家講一個小小的一個分享 如果有些服裝 太亮色系的 像亞斯他會戴個綠色那個 類似帽子還是什麼 那個太明顯了 我只要跟他講 那個其實你在玩這個遊戲啊 會被看到 我玩具體槍常常看到 有那種帶亮色帽子什麼的 他很帥氣啊 可是很危險 你會被我發現你在哪裡 所以你們自己帶一些物品 腳步聲 來了 要不要進來 跑過去了 在哪裡 腳步聲在哪裡 去哪裡了 我先把他點取消 我聽到槍聲了 跑過去了 好慢慢走 這邊最危險啊 我常常這樣走的時候 就莫名一下被打死了 哇 這一區 精彩喔 剩四個人了 好嗎 看能不能吃雞啊 我也不知道 喔看到敵人 一個 兩個 沒有出來 兩個敵人 欸 我跟有兩個 我剛剛不會交火啊 不過我能夠補就補 太好了 在他們後面 好現在這樣就有優勢了 還想躲 好我先瞄他 哇一槍太好了 還有一個 再見 啊快先開先開 喔好幹掉 快跑快跑快跑 足跡圈來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要死掉了嗎 不行 剩兩個人了 最後兩個 哇好緊張喔 你在哪裡 哇 小布神 在後面嗎 石頭後面嗎 哇 好緊張喔 每次往這邊都很緊張 我看到他 他沒發現我 可惡 可惡 跑掉 等一下 哇他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欸 喔喔喔 等一下 喔唷喔唷 欸 他是沒看到我嗎 哇 他 他防裝太高了啦 打他才十幾滴而已欸 哇 他防裝比較好 我的防裝比較弱 打不死他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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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贏了 哇 好險喔 他好像沒看到我欸 他剛剛怎麼了 吃雞了吃雞了 好啦很感動 哇我剛剛 整個人就是 每次打到最後前幾名的時候 就會很緊張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會跟我一樣 就會有點巴馬 就會覺得很 就會關鍵在那一瞬間 誰打死誰 好這場殺死六個是不是 OK 這一次呢 就介紹這個改版啊 改版應該是1.9.3版本 然後呢 官方有優化遊戲啊 增加了 你們看到這些東西 跟這些 迷彩啊 紅 紅夾克 紅夾克亞斯好像有類似拿到欸 我忘記了 可是好像不是永久 好像是限時的 好像蠻帥的 對 再來就是這遊戲的攻略 我之後會繼續入攻略跟情報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的影片按個喜歡 然後持續的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不定期的提供情報 然後這個基本設定的部分 你們就可以自己調 你們想要調的 設定跟介面 就由你們自己去 想看你要怎麼調 像這個調整的話呢 你可以測一下說 哪個是最適合你的 好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 你們在各方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